大家都听说了吧 北京的科兴疫苗停产了 原来说是打第一针不感染 然后打完第一针感染了 然后又说打第二针不感染 打完第二针照样感染 然后又说打加强针 打加强针也感染 然后打第四针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们说不是不感染 是减少死亡减少重症 就北京的这种科兴疫苗 他一年狂赚九百多个亿 咱们不说其他的 咱们就说 一年能赚一个亿 甚至能赚一千万的 这样的公司都少之又少 怎么你一年能赚九百亿的公司 就这么的 就说停产就停产了 这也太魔幻了 这连小说都不敢这么编 反正我是一直没打 对了还有 就是咱们的那位女院士陈薇 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 我个人是坚决反对 新冠疫苗 我拒绝打 坚决不打 这个呢 我为什么不打 对吧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就是到现到今天 此时此刻为止 所有的疫苗都是试验品 没有一个是正式产品 所有的疫苗品 它必须印上 这个是临床试验用 全世界到现在没有一个 是真正批准的 继续关注北京科兴疫苗问题 现在还有很多老铁不知道自己打的 是不是科兴疫苗 在咱们口罩事件当中 打第三针的那个疫苗 大多百分之九十九是科兴疫苗 马了个把子的 我打的三针里边两针是科兴 家人孩子也都打了这个疫苗 现在只要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要炸肺 看看上一条视频里边 两千多条评论后遗症的病发症 看的最多的就是掉头发的 男生快掉成了地中海 女生的发放掉成了地中海 有人说那可能是巧合 那六百多名儿童 糖尿病是巧合吗 肺结结一线 肾衰结 甲亢等等 这些都是巧合吗 我就想知道给我们大家打的 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对这个口罩 有没有抵抗作用都不重要了 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害 才是最重要的 人会受贿操作当中 这个监管部门 你们是干啥的呢 指认钱吗 张珊珊核酸事件 还没有报义段落 现在疫苗又有问题 老话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现在是啥呢 无底线的操作呢 都存在着狼狼备备的关系吗 最近随着全国各地核酸事件的曝光 更是让我们这些老百姓 大跌眼睛 好几个大白阳性了 还给一个小区的鸡鱼民做核酸 结果全都酸上了 学化室的一个老爷子 在家瘫痪14年 硬是台上台下 给台上的小羊人尽了方脏 咋的你们有任务啊 让我们害怕的不是口罩 是人心吗 口罩三年 没有今天各种爆料 各种大瓜吃的 让我们真儿真儿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动物光吃苦胖 肚子里一定是有成 如果老百姓勤劳不能支付 那这个社会一定是有吸血鬼 听过网上的一段话吗 如果你把下雨的权利 交给了卖伞的人 那这个雨会停吗 我们能理解的是 雨停了 伞没卖完 卖伞的人 是不是要赢跟降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